我们长额总经费 包括火箭 卫星 包括地面测控 全部加起来的费用 共14亿人民币可以实现了 刚好等于北京市 修两公里地铁的钱 当时中国搞月球 并不是大家都赞同的 你搞月球干什么 又不能吃 不能穿 不能用 把国家搞起来 强盛起来 干嘛去搞那种无底洞的东西 这几十年您也带出了很多的学生 您怎么看待我们的这种 研究的精神 包括这种经验和技术的 一代一代的传承 不 他们比我都高明 因为他们接受的时候 他们的仪器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们国家的经费也充裕了 另外我们经验也培养过多了 我那个时候是 有时候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因为中国人没人搞运行 我说没人搞我去搞 一搞另外一个新天地 其实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资金 我查到一个数据 美国的NASA 2019年的预算 差不多是200亿美金 如果算上它的周边相关的产业 可能是四到五倍了 我也很想知道 您当时的经费 大概跟美国的同航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知道我们现在中国航天工程的 直接的这个预算 可能是相当于NASA的三十五分之一 甚至四十分之一 您被钱的事头疼过吗 我没有头疼过 坦白讲 比如说嫦娥一号 当时我们讨论一共要花多少钱 包括制造出来 发射上去 包括回来 当时也有各种提案 二十亿人民币 有些说是十亿人民币 后来领导最后决策了一下 十四亿人民币 嫦娥一号 美国做阿波罗 在一九六几年开始做 二百五十六亿美元 当时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 我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刚好北京市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 公布的 我突然看到了 北京市新建地铁线路 每一公里地铁的造价 几个亿 我们长额总经费 包括火箭 卫星 包括地面测控 全部加起来的费用 共十四亿人民币 可以实现了 刚好等于北京市 修两公里地铁的钱 中国可以去一次月亮 这很有说服力 虽然说你觉得十四亿 只是修了两公里地铁的钱 但是在有一些人的心目当中 这也是花老钱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值不值得 咱们非要到月球上去干嘛 说得太对了 当时中国搞月球 并不是大家都赞同的 你搞月球干什么 又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 把国家搞起来强盛起来 干嘛去搞那种无底洞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去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大家不理解探测月球的重要意义 我有责任去说清楚 您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 月球是当代战争的最高制高点 假如在上面建立军事基地 只要1.3秒立即可以摧毁地球表面 地球空间的各种军事设施 在肯尼迪总统就说过一句名言 谁控制了太空 谁就控制了地球 现在美国人又说 谁控制了月球 谁就控制了环地球的太空 因此谁就控制了地球 他们是全球战略 这是安全战略的角度 这是第一条 第二 月球有丰富的能源 我才知道 海山可以至少解决一万年 太阳能发电板 能够修建起来的话 一辈子 以后几辈子 几千辈子都不要能源了地球 而且是清洁的能源 这是第二 第三 月亮的环境 你看超高真空 宇宙辐射又很强 白天温度零上一百多度 晚上零下一百多度 日的温度变化 三百多度啊 谁受得了 有些产品就想找这么一个条件 要真空 你去造真空费老劲了 你在月亮上生产不就好吗 是吧 真空 另外温差要三四百度 另外呢 没有磁场 因为很多怕磁场干了 得了 不要在地球上生产 到月亮上生产 所以月球是一个很大的科研基地了 对 第四 月球有很多优势 第一 在月球上看天文 得天独厚啊 第二 从月球去火星去太阳系的 其他的地方 月球是我们人类进入深空的跳板 因为它没有大气层的束缚了 另外它质量小 火箭发射不要耗那么大的能量 是啊 你想这个火箭啊 必须奋力地挣脱地球的拥抱 要在月球上起飞 就不用费那么大劲 对 那当然 谢谢您欧阳院士 您做得太好了 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地球上的这点事 地球上毕竟国与国之间 除了有合作的关系 也有很多竞争的关系 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冲突 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NASA 在我们嫦娥五号成功发射之后 他也很快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表示祝贺 但是同时呢 也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分享 此次探阅数据的这种愿望 我们现在来说 嫦娥的12345的数据 我们向全世界公布了 第一年所得到的结果 只给中国的科学家使用 这是我花的钱 我当然要先用了 第二年向全世界公布 他们都拿到了 我们还是有理有结的 为什么呢 这是我花钱得到的 当然我要先用了 但是你不能霸占 因为这是人类的财富 那第二年我全部 发给全世界 你谁来下载都行 这不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升空领域的国际合作 也有一些新的进展 比如说中法最近签署了一份 探阅计划一项书 将参与计划在2023年到2024年 实施的嫦娥6号的探阅计划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国际的合作 正在进行当中 有有有有 我跟你讲 嫦娥4号有 嫦娥5号也有 跟俄罗斯也是有合作的 从火星 从月球都有合作 我们跟欧洲的合作比较好 我们跟俄罗斯的合作比较好